大家好,我是小静 夏天怎么能离开西瓜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切西瓜的小妙招 首先拿到西瓜我们把它对半切开 再取一半从边缘5厘米处给它切开 像这样就切出了一个大大的圆形 我们再把它分成八个等份 每一份都是这种相等的小三角形 我们在三角形两端瓜皮处 给它切上两个小口子 然后再把两端西瓜皮去下来 去好之后可以看一下 它的形状是不是特别像B70 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 拿在手上吃,不脏手也不流汁 而且大小也非常的适口 再也不用担心孩子吃西瓜 吃的满脸都是汁水了 第二种方法 我们把刚才切过的半个西瓜倒扣过来 先用刀子平行给它切上几刀 厚度大概5厘米左右 然后再沿着它相反的方向切上几刀 厚度大概也是5厘米左右 从西瓜的外皮就可以看出来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四方形 切好之后就可以取出来直接食用了 这种切西瓜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方便 并且切完之后 西瓜与空气隔绝起来 不容易沾染细菌 想吃冰镇西瓜的 也可以把它直接切成这样的小方块 直接放入冰箱里 既干净用卫生 第三种方法 我们先把另一半西瓜对半切开 再把其中的一半对半切开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三角形 我们先用刀从刮皮处沿着西瓜的三个角都切上一刀 每切一刀都保证与前一刀都有所相连 切好之后沿着西瓜的一条边切上几刀 切好之后也是一个完整的三角形 这时候就可以拿着牙签 想吃哪一块取上哪一块 大小适口再也不用抱着西瓜直接啃了 西瓜这样吃瞬间都变得高大上起来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吃西瓜不丧手不留脂的小技巧 觉得有用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拜拜